哇 牛尼 把广西多户民宅的门窗 吹到损毁 大风灌进屋里 把家具吹得东倒西歪 往大马路看 多棵路树倒塌 砸中多辆轿车 广东连至降下大雨后 还下起巨大冰雹 有民众拍下 超大的冰雹 大量砸向一座池塘 发出巨大声响 有民众表示 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冰雹 从高空砸下 有轰炸的感觉 每日早上班 突然雨下得特别大 然后经过一时路口的时候 水太大 这位大哥从上游都飘过来了 当时就觉得又无奈又心疼 28号上班尖峰时间 深圳市区多条马路变水路 有男子骑电动车 被混浊泥水冲走 这几天广东频繁开太阳 低表温度近地面气温 一天比一天高 其实这是老爷爷 在给强队流天气充电 低表温度近地面气温越高 大气能量越足 强队流也会越猛烈 大陆多地极端天气 短时间恐怕难以结束 而且还有扩大趋势 气象预报 未来几天包括四川 重庆 贵州等地部分地区 都将面临8到10级雷暴大风 和冰雹天气 TVBS新闻 小明珍 李明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